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个人闹也就算了 你拉着王硕一起闹 没有 你不要去说他 我现在就当你闹脾气 我们回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想回去 来 冷静吧 多冷静一下 来 过来 到这儿来 来 自我介绍一下 杜老师好 我叫陈宇 来自广州 他刚才在台上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我都听到了 半年多钱吧 我父母就希望说我留在家里 能够照看家里的事情 我当时很想回来 但是已经闹到什么程度 我妈已死三逼那种程度 我回不来 我没有办法 那我呢 我在医院躺着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我多么希望你能回来看我一眼 但是你没有 我能回来吗 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 那你现在怎么又涨盘呢 分手是半年里面吧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 这半年里面 我真的是一直想着小单 我本来是没有白头发的 我这半年里面 满后脑勺的白头发 没错 你还没我多 我最后就这样子 熬啊熬啊熬啊 半年之后他们也拿我 没办法 说你去吧 反正你走出这个家门 你以后你自己看 就是这样 那我再问几个问题 那你说王硕 喜不喜欢他呀 只是有好感 没有说喜欢 就算他喜欢 就算他喜欢 他不会跟我讲 他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为什么 跟你说我已经打电话 叫王说不要来 陈宇 是不是你让他不接我电话的 是不是你让他躲着我的 没错 你连自己的感情都控制不了 你凭什么去控制别人的感情 我没有控制他 我只是告诉他 我心里还有你 就这样 是 你想心里有我的时候就有我 想没有我的时候就没有我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就这样 我不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他现在会来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今天只要说的一点 也就是我觉得他对兄弟太残忍 至于他在爱情当中所作所为 我无权评价 因为我不了解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真的基于我对王硕 理解 我对他的信任 我根本就没有 你们想着说 真的去想什么道德 我没有想着想 我们这样来读一把 待会儿如果王硕要是真来了 你跟王硕说 王硕 虽然我们是兄弟 但是哥们支持你 勇敢地追求爱情 我跟小丹之间呢 虽然我还爱他 但我们真的可以共同地追求 如果你要是不敢冒起这份勇气 哥们鄙视你 你看王硕 刚刚才的 如果他今天敢来 你还威胁人家 如果他今天敢来 他已经答应我不来 那如果他来了呢 待会儿 你是不是就会跟我分手 你就同意给我分手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赌一次好不好 好 如果他今天能来到这里 并且说他喜欢你 他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成全你吗 我话不说 掌声 我是需要你们兄弟之间的这份获大 行了 我别的不说了 我们看看王硕会不会来 好 你们谁去开门 你去开吧 去 你站着 问几个问题 如果要是 王硕来了 但他说 他确实不喜欢你 他只是高风亮节的帮助 你怎么办 我还是会喜欢他 如果王硕说喜欢他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只能说服他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他刚才说一个秘密 你知道这是什么秘密吗 他说跟你有关 而且一说 王硕就会跟他在一起 我不知道 想说什么 我要等王硕来了 我要亲口告诉他 哎呀 这是个事 我让你等 你等到天黑他都来不了 不不不 你不能这样说 你这样说 他不可能来 他在闹什么 你这样说让我联想到很不利的事情 王硕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上 吓死我了 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这样说 我太了不起他 你不太懂 我太多了 我太多了 你能不能这样